啡色、白色、黑色三種顏色 加上一對大瑞爾是他們最明顯的特徵 他們短小精幹但爆發力十足 他們是比高犬 我叫Phoebe 這隻是Bagel的女生 今年七歲 這隻是Waffle的男生 今年三歲 兩隻都是香港少女人回來的 雖然他們皮毛顏色有三種顏色 但漫畫中的Sluppy 只有黑白兩隻顏色 沒錯 著名漫畫角色Sluppy 就是一隻比高犬 他們的叫聲很特別 跟他們弄得有點不同 別人走在廢 但他們很響 很響很大聲 他們的嗅覺很靈敏 離很遠都會聞到有食物 比高犬的叫聲 都排頭幾名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 其中人被養的比高犬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很吵 發得很厲害 臨時在隔療養社會投訴 臭角有多厲害呢 究竟跟人比較 有44倍的人的臭角能力 人有5ml臭角的接種 比高犬有220ml的接種 叫聲大臭角靈敏 有這樣的特徵是因為當初 比高犬其實是一種獵犬 比高犬的歷史也是有爭議 有說法指他們的歷史 最遠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 不過去到英國 絕對是比高犬成名的舞台 短小的新鋼加上臭角靈敏 他們在當地就被用作狩獵小型獵物 特別是兔仔 獵犬的本質令到他們精力充沛 那麼在香港這個環境 主人又可以怎樣照顧他們呢 尤其是Wolfo 因為他比較年輕 今年3歲 就是非常活躍的 帶他去行山、沙灘玩 出街跑完2、3個小時 回到家都會繼續和雪梟玩 所以要經常放電 帶他出街 每一天就放三次 早午晚 早起床 早起床等他們出去 大小二便園回來 就吃個早餐 一天就一一天就 回到家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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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ух過誤大小 下午又會逃多一避 夜晚就是最重點那次 會逃2小時 讓動貨存wing和其他狗玩阿 和其他東西玩呢 有時牠們玩得粗騰 例如 tão、向我咬你 咬著耳朵 一咬住 便會被滾 便很容易流血 便會 Movieima 罪那便會拿出來 被弄傷 戴垂椅 除了令到肢膏 bankrupt 容易受傷之外 香港潮湿又熱的氣候 主人都需要多花时间去帮他们检查耳朵 再决定需不需要做清洁 其实睡耳狗仔一般都要多些打理 你每星期测试一次观察耳朵 揭开磨磨磨 如果他真的留意到 狗仔的耳朵开始有点点红 或者是多了耳朵 你就要用洗耳朵水去清洁 很重要的狗仔不应用棉花棒 你怎样去清洁 用洗耳朵水会帮助用棉花 你倒满耳朵 按摩 然后搓搓搓搓搓搓 是干净的 有它拼 它就会跟着耳朵拼出来 好 刚刚Bagel回来的时候 它大概17公斤左右很重 它因为之前太重 很肥 走得多的时候会看到它有脚振的情况 就煮先食 跟它经常出家做运动 才减到现在11公斤 很多狗都容易胖 但比高犬是特别容易的 因为其实它们的生存在者很快 很需要放电 很需要能量 即是要跑一个小时 当你做不到这件事 再加上它们的性格 它们的臭角很好 所以很威胁 所以这两件事加在一起 就令它容易胖 另外一个问题 它的身形 令它容易有追加的问题 Bagel一开始都不知道 大概领养了它半年 有一次放狗 是晚上来的 它平时放狗 无端的失平衡 站不稳 就躺在地上又站不上起床 肌肉不断地抽搐 流口水 我们叫它 是抹大眼 但认不出我们的 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因为第一次病发 就立刻带了它 去修医体急症 隔了几分钟 已经停了 无端的肌肉抽搐 就是这个先天性的发人钓 通常是比较年轻会发生这件事 五岁以下 因为通常第一次发人钓 就是第二次发人钓 其实是很短时间 和很轻的问题 总之你一见到 静下的狗 可能关闭 可能关闭电视 没那么吵 或者它慢慢放松 有精神 可能就下去看医生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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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刚刚领养回来 很害怕人 不喜欢被人摸 就算我们自己的家人 它没习惯到 都会躲在窗台外 装进来看我们 但因为容易教 不断地给它一些奖励 给它零食 它现在就已经习惯了 被人抱 被人摸 我们看到它的性格 那么亲人亲狗 不如就带它去 考狗医生 定期会去老人院 做探访 跟小朋友玩 因为有些公公婆婆 或者小朋友 可能要长期住院 就看到它 很不开心 每次听到有狗医生来 虽然是一个月一次 都会很兴奋 很着弱 行动不便 它们都会见到 狗狗伸手去摸它们 拖着它们的狗 带散播 我觉得 见到它们笑容 是很开心的 很有意义的 总结来说 精力十足的鼻高犬 主人需要多花时间 跟它做运动放电 否则 它们就很容易出现肥胖问题 各位读者 你好 我们有事请你们帮我 因为苹果日报 经营实在困难 请你们多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